中秋节前夕基隆市议员张耿辉特地到七堵金明昌农场采摘自己任养的文旦 并且实现帮助农友照顾弱势的用心 最先想到的就是分送给自己母校基隆商工的弱势学生 关怀他们 个人也在电视台媒体也有报道说 我今年任养的几颗柚子的话 弱势采收的时候 我也把这个柚子的话送给我们一些弱势族群或是同学 还是用浪漫过个节日 那今天特别来这边采收 那也感谢我们张老板 尤其要帮这些任养的人照顾得很好 张耿辉除了亲自采摘文旦 更从产地七堵马东 把文旦直接送到基隆商工 再制证给这群弱势的学弟妹们 也让学校校长很感动张耿辉这位杰出校友的用心和贴心 我们的大学长特别关心我们学弟妹这个弱势家庭的孩子 所以今天资政了我们当地的一个文旦 那也非常感谢学长对母校的一个关心跟关爱 那我们知道张艺员长期也对我们七堵区一直非常的关心 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心意 我请代表我们母校基隆商工来感谢我们议员 对我们学校师生的一个照顾跟关心 尤其母校在跟我们以前的在校的整个 不管是各方面学习也好 学习的领域也好 还是一个技人也好 还是学哥数哥也好 都有非常突破的优良的成绩的表现 感到身为基隆商工感慨引以为傲 然后在这边我也祝我们学弟妹将来一路学业猛进 然后心想事成 由于受到疫情影响 今年金明昌农场任养文旦树活动并不是很顺畅 因此身兼基隆市休闲农会理事长的市议员张耿辉 7月时加入任养文旦树协助推广在地老长文旦 并且承诺中秋节前文旦结果采收后 将分送给弱势朋友 既可以照顾欺读在地农民 也让弱势朋友可以感受来自社会的关怀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